你不要以为我怕你 那你就不应该称那些僧主义 叫朱老大来杀我 你简直无法无天 会对曾经的救命恩人这样说话的 普天之下估计只有阿勇一人了 当初他被朱老大刁难 弟弟阿国求得继哥出面相救 之后两人便跟随他打拼香港 无奈阿勇轻调自大 不服管教 不比弟弟松明果敢忠心意气 继哥自然更为欣赏倚重阿国 这就亮下祸端 导致兄弟离心 阿国远走高飞 去马六甲重新生活 阿勇则倒戈相向 投身于朱老大麾下 从此 继哥与阿勇视如水火 如今阿勇有钱有势一手遮天 继哥却以金盆洗手退出江湖 两人在冯三的葬礼上相见 自然是免不得一番唇枪舌战 阿勇回家 看见姐姐惠珠带着老爸出门 两人也知道他这些年干下的好事 对他没有一分好脸色 老爸甚至扬言 搬到马六甲和阿国一起住 从小老爸就偏爱弟弟阿国 阿勇忍着脾气放了他们离开 惠珠和老爸一脚油门绝省而去 但其实他们是来为继哥 庆祝结婚纪念日的 对于阿勇的所作所为 向继哥道歉 阿勇他太对不起你 只有带他下面请罪 宝儿接过惠珠送的礼物 很是高兴 而继哥则为宝儿准备了一份大礼 随着音乐奏起 一艘豪华游艇缓缓使出 船身上刻着的宝儿两字 被夜晚海面衬托的尤为明显 几天后 老爸果然去了马六甲 几年没见 阿国已经娶了媳妇 还收养了许多孤儿 生活的实在是有滋有味 孩子们对他的到来很是欢迎 听着孩子们稚嫩的换他为爷爷 老爸跟他们扮着鬼脸 内心却十分感触 同样都是儿子 阿国真的让人省心很多 两人在阿国开的餐厅坐到深夜 老爸提起阿勇这几年简直无恶不作 靠出卖朋友混得风生水起 树立了不少仇家 迟早会让人报复回去 现如今他还想跟继哥过不去 阿国文言颇有些惆怅 另一边 继哥自约了朱老大出来见面 如今的他们早已放下恩怨 合伙做起了生意 讲起以前真笨 真斗气闹事 我们的儿女也都长大了 难道还打打杀伤吗 继哥提醒他留意阿勇 阿勇这个人贪心不足 蛇吞象 只顾自己发财 不顾别人死活的 朱老大也知道 阿勇不止一次说过要干掉他 让继哥也要当心些 你想怎么办 我要的过不了这个正义 继哥劝他再好好想想 谋定而动 朱老大却已经等不及了 摆上鸿门宴 约了阿勇来复会 宴席上 大家推杯换盏 纷纷以阿勇马首是瞻 气得朱老大拍桌而起 今天是他设宴 他阿勇摆什么款 并顺势细数阿勇背后搞的各种勾当 自吞公款 运货时坚守自盗等等 连跟了自己二十年的阿翔 也因一言不合就被他干掉 你眼里根本没我 是不是 你妈 请各位兄弟平平 你这种人该不该死 如此剑拔弩张 阿勇神色却丝毫不慌 有人用枪抵住了朱老大 原来 大家早已经被阿勇收买 今天不过是局中局 阿勇想干掉朱老大上位很久了 朱老大不得不跟阿勇服软 可阿勇抄起酒瓶就砸了上去 还扑倒了朱老大 一刀一刀刺在他身上 阿勇擦了擦脸上的血迹 朱老大就这样断了气 他老婆听见动静走了出来 朱大哥喝多了酒打阿勇 朱大哥一不小心 撞在玻璃瓶上给插死了 季哥得知消息后难以入眠 尤其是得知阿勇当年还追过宝儿 宝儿坦然承认 自己从未看上阿勇 所以后来 阿勇为了讨好季哥 就把宝儿介绍给了他 促成了两人的姻缘 宝儿告诉季哥 无论他做什么 家人都会支持他 看了看熟睡中的儿子 季哥也终于做了决定 这天 宝儿带儿子去买新书包 碰巧看到了阿勇 你说如果这孩子 是我跟你生的那多好 宝儿拉起儿子就走 却被阿勇拦架 还递上了写着情话的卡片 宝儿斥责阿勇的越界 阿勇不仅不收敛 还越发口无遮拦 记得宝儿扭头就走 阿六听到孩子说出原味后 放下东西就去追阿勇 一番推丧后 却因为寡不敌重 被阿勇的手下抱走一顿 季哥的保镖大眼 推着车冲了出来 撞翻阿勇的手下 阿六这才勉强脱困 宝儿急匆匆赶来 还不慎被撞倒 阿勇见宝儿受伤才让人收手 阿六赶紧护在宝儿身边 看阿勇嚣张的带人离去 宝儿才开口叮嘱阿六 千万别把今天的事 报告给季哥 他不想让他担忧分心 今天季哥约了侯总警司见面 一个不速之客也出现了 他是廉政公署的张警官 盯了他好几年了 最是看不爽 他有侯警司撑腰 我可没总警司那么成功 在纽约还有两家餐馆 你这么说我可以告你毁谤 张警官点到记址 没再继续胡搅蛮缠 警告季哥 自己还是会继续盯着他 此人离开后 季哥也表明来意 他想要侯警司 愿阿勇出来见面 侯警司让他放心 自己绝对会硬撑他 晚上 三人在酒吧里相见 阿勇在季哥面前 百般献殷勤 相比阿勇的表面客气 季哥开门见山 称要解开他们之间的误会 阿勇自然是听出了话中之意 打着哈哈说 大家都是好朋友 接着他给季哥倒满了杯中酒 要他自罚三杯才有得谈 季哥也不想起冲突 只好仰头喝下 此话让其他人顿时面色不悦 季哥强压怒火打着原场 阿勇却得寸进尺 夹枪带棒地讽刺他 阿勇戳着他的胸口 骂他光长年纪不长胆子 季哥手下过来护主 阿勇手下也蠢蠢欲动 季哥言辞否认了阿勇破来的脏水 警告他 如果动自己的人 一定会让他血溅街头 这时老宝带着小姐们来暖场 阿勇挑选了个小姐 让他好好伺候季哥 季哥却不给面子 打算起身离开 可阿勇却没打算轻易放过他 季哥以前的性能力很强的 我的女朋友都被他抢走 就是他老的 阿勇再怎么诋毁自己都行 但宝儿是他最后的底线 他拿起水杯颇响阿勇 今晚的谈判已失败告终 可阿勇的恶战看来是避免不了了 季哥有些后悔约阿勇相见 手下们称不如主动出击 一次性将他铲除 可现在的形势已不复当年 因为儿子突发高烧 季哥送孩子去医院前 吩咐手下大眼 召集一些叔伯兄弟秘密开会 大眼提醒阿六 他们该做准备了 慧珠也告诉季哥 阿国传回来的消息 这个阿勇搞这么多花样 摆明了是让阿国不要插手此事 未免阿国担心 季哥让他回复阿国 他们一加抽空会到他那度个假 但令人吃惊的是 阿国竟然已经动身回了香港 阿勇看着阔别已久的弟弟 心里涌出一股复杂的滋味 而阿国这次回来 自然是当说客的 让阿勇不要对付季哥 自己弟弟都不站在他这边 阿勇怒上心头 你求我 就算我求你 你凭什么 怎么说我们也算是多年的兄弟 兄弟嘛 这应该给面子 可阿勇说 他在朱老大手下受尽委屈 才拼杀到今时今日的位置 有事帮忙就知道他是兄弟 没事的时候 不见阿国问候半句 他让阿国侦查认错 可看着兄弟倒来的水 又突然发难 我是你的大哥 你为什么不在我的面前跪下 跪 眼看阿国即将跪下 阿勇这才扶他起身 笑称这杯茶 就当是喝他的喜酒 也让阿国认清刑事 如果季哥先惹麻烦 自己绝不会留情 到时候你还帮他的话 就别怪我无情 知道吧 阿国暗叹 阿勇如今越来越不尽人情 恩将仇报在他身上 体现的淋漓尽致 第二日 惠珠送阿国去机场 还一直在担心 这件事是否已经妥当 阿国也看出了 惠珠对季哥的别样情愫 你都快三十岁了 还在暗联季哥 那怎么行 惠珠让阿国千万别告诉季哥 阿国有意跟他开玩笑 说他没机会了 一辈子做老姑婆吧 而阿六这边 一心护主决定铤而走险 孤身去刺杀阿勇 守护季哥一家 大眼让他不要冲动 阿勇身边那么多保镖 他这一去 可能就回不来了 我上个礼拜才算个命 是我最少能活到七十岁 阿六假扮成空调外机维修工 打算从大厦外面 偷袭办公室里面的阿勇 随着货梯缓缓下降 阿勇进入到阿六的视野范围内 他努力不让自己被发现 可就在他刚掏出枪 还没来得及动手的他 就遭遇了阿勇手下的奇奇射击 无数子弹穿透了他的身体 阿六口吐鲜血 挣扎着倒下了 手中紧握的枪仿佛在诉说着他的不甘 阿勇走过去 想确认他是否断气时 阿六瞬间扑倒阿勇 可惜最后还是被枪毙 阿勇大口喘着气 恶狠狠地呸了一声 阿六死不瞑目 到死都不知道是谁出卖了他 继格得知消息后煽然泪下 阿六跟在自己身边多年 和大眼一直都是自己的左膀右臂 如今阿六的惨死 让继格猜到了大眼的叛变 同时痛失左膀右臂的他 拿出保险柜里的枪交给惠珠 阿六死了 大眼出卖了他 现在出了你 我不知道可以牺牲谁 贵珠知道 等待继格的将是一场腥风血雨 继格让司机提前把轮胎炸破 然后带着大眼去开会 路上轮胎渐渐漏了气 大眼意识到 这是继格故意而为之 心下十分忐忑 继格也不拐弯抹脚 立声质问大眼 阿六穿了防弹衣 就被人打得像疯王 以他的身上 这是绝不可能的 除非有人同风报信 而且刺杀的是 阿六只告诉了大眼 如果不是他 那是谁出卖的 眼看大眼死不悔改 继格打中他的左臂 他知道怕了连忙求饶 让继格留他一命 而他之所以出卖阿六 是觉得继格人老了 做事优柔寡断 迟早会倒台 他还有一家老小 绝不能跟着死 毕竟跟了继格多年 心软的他还是放过了大眼 可他刚下车 就被司机一刀解决 继格震惊之余 看见了大眼手中的枪 原来他还准备暗算自己 多年的兄弟情 终究还是错付了 这回他也终于对阿勇起了杀心 别以为我阿级变了 被人爬到头上来都不敢吭声 现在我决定干掉阿勇 不愿意参加的人可以退出 但绝不能投靠阿勇出卖兄弟 参加的人要保证跟自己一条心 几个话还没说完 几个兄弟就来报告 阿勇派人到处捣乱 不仅毁了他的货 抄了他的赌场 还让人将毒品放到他家里 故意引警察去他家搜查 导致不明真相的宝儿几人 都已经被警察带走 看来阿勇这次 是真的要将他们斩草除根 很明显 这是大眼提前布的局 这时外面一阵警笛声响起 继哥顿感不妙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 警察们人多事众 将院子包抄起来 继哥出去看了一眼这个境况 绝不能跟警察应拼 要赶紧想办法 让叔伯兄弟们脱身 他决定打开一个小突破口 让人上车逃离 但几位老人都好几年没开过火了 连握枪的姿势都显得有些滑稽 根叔提出要去把车开过来 说罢就毅然决然只身冲了出去 可下一秒就倒在了警察的枪口之下 继哥万分焦急 但也无可奈何 小根还想冲出去救父亲 被其他人拦住 我去把车抢过来 我不怕死 继哥决定将罪责都逼上身 用网兜装好所有枪支 回头用眼神安抚了众叔伯兄弟 又查看了一眼根叔的伤势后 便禁止走向了警察们宣誓投降 让根叔别担心后 继哥就被戴上手铐压上了车 阿勇故意开着窗对他耀武扬威 继哥气得一口唾沫吐过去 但作为胜者的阿勇却并不在乎 警察带着继哥回到家里 贵叔带着司机潜伏在周围 他让司机把车开来早做准备 自己则爬上窗户 此时侯警司关上房门 给继哥解开手铐 继哥知道 侯警司已经投靠了阿勇 看着他假惺惺的模样直犯恶心 是他信错了人 不想再多说什么 侯警司还在狡辩 自己是奉命行事 如今这个状况 已经是他网开一面了 继哥我也不想把你赶成杀绝 算你狠 侯警司担保继哥坐几年牢 自己就能暗中将他保出去 继哥自然不信 威胁他 要是自己被抓了 肯定会说出 侯警司是怎么收受贿赂 如何包庇犯罪团伙的 侯警司恼羞成怒 拖了继哥一巴掌 你算什么东西 绅士 你只是流氓 到法庭上 法官信你还是信我 古洛平阳被犬欺 但继哥掌握着 关于他贪污的罪证 不怕廉政公署不查他 侯警司不想受他胁迫 于是记上心来 伤害自己后 又把自己靠起来 制图制造继哥袭警的假象 就在他拔枪要射向继哥时 被惠珠挡了下来 自己不慎被射中脑袋 继哥愤然起身 跟侯警司对抗 一番battle下来 侯警司隐恨西北 门外的警察听见枪响 推门进来 继哥利落推到侯警司 挡住他们 这时司机已经把车 开到窗下接应 继哥干脆带着惠珠 跳窗逃跑 司机开车跟那群警察绕圈 几番来回之后 警察们被耍得团团转 但惠珠也因为颠簸 被甩下了车 继哥上前护住惠珠 他绝不能丢下他 一个警察虎脚蛮缠 拉住继哥的脚 还是司机一枪将他解决 可下一秒车就翻了 既然慌忙奔走 及时坐上了 暗道里的快艇离开 警察们只能气急败坏地 看着他们离开 而惠珠经过这么一折腾 也气绝身亡 惠珠 身边至亲一个接一个地离去 继哥难掩悲伤 终于卸下了 所有的坚强痛哭流涕 消失在茫茫海面上 可律师带他来见的人 却是等候多时的阿勇 阿勇趁此机会抹黑继哥 称其犯下滔天大罪 下落不明 正被警方通缉 支开律师后 阿勇开始向宝儿表白 希望宝儿可以回到他身边 当初把他送给继哥 现在已经后悔了 宝儿看不惯他的装腔做事 明明一切都是他在从中作梗 如今却扮起痴行人设 直言自己从前就没看上他 如今他也不会跟他在一起 让他不要痴心妄想 阿勇被宝儿的话刺激到 于是将其扑倒 打算对他用墙 宝儿不甘受辱 死命挣扎 咬伤了阿勇的嘴巴 这才逃过一劫 他起来后狠狠过了阿勇一巴掌 怒斥他胆大包天 居然敢在警局 对自己胡作非为 看着宝儿愤然离开 阿勇却无计可施 瓢泼大狱中 司机带着宝儿到了码头 乘坐一艘小船 进到一艘破烂的渔船 重伤的季哥 正藏在船舱里休息 年幼的儿子则在一旁照顾 几天后 季哥的伤已好了大半 一副低调打扮 出现在马六甲阿国的餐馆门口 送走客人的阿国 看到多年未见的季哥 欣喜若狂地奔了过去 拥抱时不小心碰到季哥的伤口 这才意识到 阿勇真的对季哥下了手 季哥不愿多说 只让阿国做点好吃的 看着宝儿母子俩 阿国忍不住感慨 时间过得真快 我们好多年没见面 晚上 季哥一家三口 挤在一张小床上 儿子一脚踢到他的伤口 他痛醒后 也没心思再睡 并起身出了门 隔天 阿国告诉季哥 让他放心住在这 阿勇是不会找来这里的 但季哥知道 警察肯定是不会放过他的 现在的他 已经是个通缉犯 过几天 他就回香港 跟阿勇同归于尽 这次来 他只是想把老婆孩子 托付给阿国 阿国不愿让他一个人冒险 难道你一个人回去送死 还放心了吗 不要再跟我降了 好不好 求求你 好好地帮我把小安带拿 好不容易说服了阿国 帮他照顾妻儿 阿勇已经早他一步 动身来到了马六甲 到了季哥出发这天 一大家子人 热热闹闹地欢聚一堂 宝儿隐约猜到了什么 被阿国搪塞了回去 但季哥告诉他 要出远门时 宝儿知道 自己最担心的事 还是要来了 你是不是想瞒住 我自己回香港 是不是 是不是 不要骗我 季哥仍旧没有承认 只是尽力安抚宝儿 让他别过度伤心 还嘱咐儿子 以后要像个男子汉一样 保护妈妈 别让妈妈受人欺负 宝儿也知道 他的决定不容改变 两人难分难舍 深情吻别 这时阿勇派的人 提着一包特产来找老爸 谎称老爸的一个老朋友 进了医院 老爸一听到这个消息 果然上当 随着手下上了车 去医院探望 季哥也和阿国 边聊边走到外面 阿国把船票和护照交给季哥 称自己也买了机票 到时候香港见 你辛苦了那么多年 熬到有自己的餐馆 你跟我回去冒险值不值得 为了季哥你 我觉得很值得 季哥很幸运 有阿国这个好兄弟 可刹那间 身后的餐馆就爆炸了 他们拔腿就往里面跑 但已经晚了 看着妻儿葬身火海 两人都痛不欲生 这边阿勇也被张警官盯上 让他来警局配合调查 张警官告诉阿勇 他已经成功挤掉季哥 在自己心中的位置 成为他最想抓的人 而且阿国家的那场爆炸 张警官已经盯上了他 现在麻烦你交出 你的旅行证件 我的生意很多啊 常常要飞来飞去 麻溜夹也有生意吗 阿勇还试图拉拢张警官 却被他断然拒绝 季哥他都不曾给过一分情念 为了查案 他可以杀身成人 又怎会屈服于阿勇的小恩小惠 张警官业于阿勇 现在也会变得开始害怕 得知季哥要回来报仇 派一大队保镖时刻跟着 张警官让人带阿勇 去办手续时 季哥打来电话 这一次 他想和张警官联手 让他撤掉对阿勇的监视 好让他和阿国 找到机会对付阿勇 张警官很好奇 季哥如何确信 自己就会答应配合 我动手的时候 自然会通知你去给我们收拾 这样你不就可以立了大功了吗 这一次算是我还给你的礼吧 张警官是他见过最有原则的人 跟他合作 绝对没有后顾之忧 问起季哥会不会后悔 季哥坦言 自己七八岁就出来闯荡世界 也深知 进了这一行 他就没想过能全身而退 有什么后果 他自己一力担着 张警官今天才见识到 绝哥的气概 这边阿勇为手下 跟踪老爸有没有发现 知不知道绝哥和阿国的藏身之处 可手下报告的 全是老爸进进出出的琐碎日常 怒不可遏的阿勇 臭骂手下是个饭桶 这时小弟来报 阿勇父亲坐汽车车来了 殊不知 老爸这次来 并非来跟他续父子情 而是弃数阿勇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来找他兴师问罪 干脆把他也一起炸死算了 阿勇听了老爸的指责怒不可遏 也根本不承认 马六甲的爆炸案和自己有关 老爸对他的死不悔改 很是失望 阿勇则借口 自己护照都被警察扣了 自己根本没办法过去 见老爸有些迟疑的样子 趁机询问 继哥的藏身之所 可老爸却怎么也不肯说 阿勇也不藏着掖着 阿勇最恨的就是被人试探 一时之间恼羞成怒 竟然让手下将老爸打了一顿 可怜几十岁老人被打得血肉模糊 但身上再痛也比不上心痛 老爸没想到 阿勇会这么丧尽天良 从此他们的父子情可算是断了 老爸被手下推出门外 殊不知 送他来的继承车司机 就是继哥的司机 此时的继哥和阿国 正藏在后备箱里 老爸本想让两人稀释宁人放过阿勇 可两人报仇心切 翻出后备箱 三下午除二 就将外围的保镖解决 然后他们从庭院潜入 观察着四周 以防阿勇狡诈设下陷阱 见没有威胁 继哥让司机出去一探 结果司机瞬间被枪击身亡 阿勇的手下也齐齐包围了庭院 他们退无可退 避无可避 唯有准备好重机枪 再安上炮弹 跟阿勇来一个以死相拼 大家陷入了天昏地暗的搏杀 到处都是枪林弹雨 硝烟弥漫 稍有不慎就会血肉横飞 而阿勇看着窗外一片火光 听着手下传来的哀嚎和痛呼 半晌后才拿着枪出现 当继哥和阿国搭档 从一楼杀到三楼 一路过关斩将 解决掉了大部分手下 直到两人在走廊里遇到突袭 对方火力强盛 解决不慎受了重伤 两人只好躲进房间 避其锋芒 阿勇却让人将火把丢进房间 企图活活将他们烧死 既要防着暗杀 又要提防火势 两人内外交困 进退狼狈 但尽管如此 进来了人都无意幸免 最后阿勇手下也没剩下几人了 有人劝阿勇还是先走为妙 阿勇却直接将那人一枪毙了 今天谁也不能阻止他 但拿着枪逼迫两人现身 而阿勇拿毯子 将纪哥包裹起来放上推车 自己也披上毯子 护着他出去 纪哥先从火中滚了出来 阿勇见纪哥瘫倒在地 本想偷袭 谁料到被他打了两枪 纪哥还想乘胜追击 结果没子弹了 好在阿勇飞扑过来按住阿勇 他一边翻滚一边开枪 阿勇大腿被他打伤 两兄弟这才停了下来 我是你大哥 我就不信你敢开枪杀我 阿勇争松了片刻 阿勇趁机开始反击 看着阿勇重重倒地 其实阿勇也没想过兄弟反目至此 这时老爸出来大意灭亲 阿勇此时是彻彻底底的重判清理 连老爸都被阿勇狠心射杀 接下来就轮到纪哥了 他们之间的仇怨本就不死不休 除非其中一个倒下才能了结 阿勇还不断挑衅 结果纪哥奋起反击 不顾一切将阿勇打倒在地 就算他拿着枪 纪哥也毫无畏惧 如今他什么也没有了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两人互相照着对方挥拳 势必要将对方置于死地 直到阿勇不慎掉下护栏 纪哥松手让他掉进火里 阿勇翻滚几下后 就被炸得七零八落 张警官准时来到这里 看到了劫后余生的纪哥和阿国 心里不禁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纪哥将罪名全揽上身 称这些人都是他杀的 与其他人无关 要抓就抓他一个好了 反正他也不差这项罪名 张警官知道他有意袒护阿国 也没有揭穿他 反而表示会替他向法官求情 只要他好好配合提供资料 纪哥和阿国相视一笑 18年后大家又是一条好汉 英雄好汉被视作江湖情的续作 在这部电影中 我们看到了最狼狈的发哥 被一个警司删耳光 因为要救人 一个人扛下罪看着老去的兄弟 所以说江湖这条路就是不归路 李要么一直是老大 不然总有要上位的人